盛总 找到小少爷和小小姐了 即刻出发 是 不用去了 怎么来了 雪儿记得说 雪儿 爹地 你笑我什么 爹地 你是我爹地 雪儿 你忘了 我怎么跟你说的嘛 糟哥哥 对不起 我不小心 把这件事给忘了 我要是爹地 太帅了 你到底站在哪边 我当然是 站在妈咪 和咱哥哥这边啦 糟哥哥 你别生我的气了 你们居然能够 自己找到 不愧是我 盛林渊的孩子 先别套近乎 我过来是想告诉你 我们只是妈咪的孩子 不是你的孩子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 和妈咪的生活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们只是妈咪 你这么聪明 想必知道我的身份 身价千亿的盛事集团 总裁 盛林渊满 三岁小孩都知道 小哥哥 我怎么不知道 你已经五岁了 可以不用知道 既然你知道我的身份 那你应该清楚 只要你任务 回到盛家 那你们想要什么 就会有什么 我知道你什么都有 但妈咪只有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走了 妈咪就只有一个人了 好了 该说的都说了 我们该去和妈咪 一起吃饭了 对了 不要试图用你 霸道总裁的身份 强行分开我们和妈咪 不然后果自负 你是在警告我 不 我这是在威胁你 希望你好自为之 弟弟拜拜 没想到第一次 个人威胁 竟然来自我 盛林渊的亲生儿子 盛总 好不容易才找到 小少爷和小小姐 就这么放他们走了吗 我盛林渊的血脉 怎么能流落在外 看来是时候 去会会那个女人了 欢迎光临 这边请 怎么一个客人都没有啊 子昂跟雪儿 应该早就到了呀 你有没有看到 这么大的两个小朋友 没有 今天没有什么小孩来吧 不可能 不对 你撒谎了是不是 这没有 还在哪 对他们做什么了 果然有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你说 我的孩子呢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老板 妈咪 生日快乐 老板你没事吧 老板 原来是孩子给我过生日 我还以为 老板对不起 没事没事 姜小姐 就当您给我熟寸筋骨了 我还挺舒服 妈咪 妈咪 你看我给你选的生日蛋糕 好不好看 好看 让你受委屈了 哎呦 千万别这么说 小江先生 要不是因为你传授了这几道菜 我这件早关门了 何至于有今天 我再教会你们一道 那太感谢小江先生了 妈咪都忘了 今天是我自己生日了 感谢我的宝贝儿子 宝贝女儿 给妈咪这么大一个惊喜 等等 你们该不会是 把餐厅包下来了吧 说 你们哪来这么多钱 没有没有 我们没花钱 没花钱 妈咪 雪儿的意思是 我们没额外花钱 对对对 今天本来我们也不有意 但是看到两个小孩 这么可爱又善良 关个忙而已 没有多花钱 那真是太谢谢老板了 您客气了 不得让你们用餐了 我先下去了 这老板人还怪好的 难怪生意能做这么大 妈咪 快许愿吹蜡烛吧 妈咪就不许愿了 妈咪的愿望呀 永远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我的宝贝儿子 宝贝女儿 能平安健康地长大 雪儿 要不你许个愿望吧 姐妈咪生日 好呀好呀 我希望妈咪 永远年轻美丽 希望子昂哥哥 永远健康帅气 希望爹地 早日和我们团聚 雪儿 没有最后一个 雪儿不喜欢 爹地和我们团聚 雪儿没关系的 你是想要爹地了吗 没有没有 雪儿有妈咪和子昂哥哥 在就够了 妈咪我想吃蛋糕了 快吹蜡烛吃蛋糕吧 好 那我们一起吹蜡烛吧 三二一 曾雪儿 对不起 妈咪没办法给你们找爹地了 因为你们的爹地 已经不在了 你们的爹地 已经不在了 那次意外和你发生关系的男人 叫林峰 无父无母 是个孤儿 一个月前车祸意外离时 什么 去安排吧 是 见到那个 和我发生关系的女人了吗 江家人说 江卵在拿到您给他的一千万之后 就连夜和别的男人一起离开了这座城市 开车吧 是 不要是不用你霸道总裁的身份 强行分开我们和妈咪 不然后果自负 对于一个爱钱的女人来说 哪需要什么强妇 马上她就会心甘情愿 陪家咯 妈咪 这个生日你开心吗 我当然开心了 跟你们在一起的每一天呢 妈咪都特别开心 喂 江卵小姐吗 我们是盛世集团 想和您的设计工作室坦克合作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 盛世集团 对 好 我现在就过去 宝贝们 你们够买在家好待着啊 妈咪结大火了 不会这么巧 贵公司要和我合作 价值两千万的项目 江卵小姐不感兴趣吗 当然不是 我只是没想到 这么大的项目 会给到我这个小工作室 我们调研了江卵小姐 之前的设计作品 您的这些作品 是远远超出 我们目前的要求的 所以我们公司一致认为 您是绝对能够胜任 这份项目的 非常感谢贵公司的认可 对了 江大小姐 我看您的资料上 写的是未婚 但是有两个孩子 是的 您这属于是 未婚先孕啊 这可就有些麻烦了 这对我们的合作 有什么影响 您也知道我们 盛世集团的地位 树打招锋嘛 所有人都在盯着 任何负面的东西 都可能会被无限的放大 所以我们在选择 合作伙伴的时候 都会慎之诱深 杜绝掉一切 可能会影响 我明白了 非常抱歉 耽误您时间啊 等等 也不是没有办法的 只要江卵小姐 能和两个孩子独立开 让外界以为 江卵小姐没有孩子 也是可以的 独立开 您是想让我 跟两个孩子断绝关系 只是表面断绝而已 等这个项目结束 您就可以恢复了 不管是表面 还是实际 我都绝对不会 和我的孩子分开 别说一时 一秒都不行 江卵小姐 这可是两千万的项目 打扰 五千万 你是 盛林恩 看来你认识我 盛氏集团总裁 整个云城 谁也不认识 谁是这样的 不然呢 他竟然完全不记得我了 盛总 你刚说的那个数字 是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只要你和他说的去做 我可以把项目的金额 提升到五千万 真是越来越大方了 我很怀疑 你们让我跟孩子断绝关系 真的只是因为 他说的那个理由吗 不全是 主要是因为 我喜欢你 一个亿 签了吧 盛总 你有孩子吗 现在是没有 不过马上就 盛总 你是不是 没有让女人生育的能力 所以才 极度有孩子的 盛总 不行的话 我建议你 去南科医院看看 而不是心里隐隐的 要拆散别人的孩子 盛总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竟敢 受我不行 他竟敢用这种手段 分开我们和妈咪 我生气了 不行 我可是清楚的技能 当年是怎么向我求饶的 我不行 那是谁让你生下那两个孩子的 不管是表面还是实际 我都绝对不会和我的孩子分开 别说一时 一秒都不行 不过他对两个孩子都是真心的 一个亿都没能打动他 那当年他拿了一千万之后 消失是怎么回事 不好了盛总 整个集团的网络都被人攻击了 什么 咱公司的网络防御能力世界顶尖 国际第二的黑客都没法公布 现在 你是白肉大神啊 你这些年轻千万的安全专家 也完全对不不了 对呀对呀 怕多了 先给他一个救护 再嫁 让他直接不产 什么 你是说对方主动停止了攻击 是啊 我们集团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束手无策 最后还是对方主动停止了攻击 在这期间 我们的网络中断了整整八分钟 损失大约在一个亿多少 一个亿 一个亿 这么巧 怎么感觉好像是有人在故意针对我 不要试图用你霸道总裁的身份 强行分开我们和妈咪 不然后我自负 盛总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人 此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想我知道是谁了 不愧是我盛林渊的儿子 盛总的儿子 盛总是说 那位令我们集团所有人都闻风丧胆的 那位顶级的黑客大佬 竟然是紫航小少爷 什么 我盛林渊的孩子有这个水平很奇怪吗 不奇怪 小少爷清出于蓝 盛于蓝 当然不奇怪 只是 小少爷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然是为那个女人出气 这个女人教育孩子倒是有意识 居然让我盛林渊的孩子都站在他那里 妈 林渊啊 紫妍回国了 你快回家来 你爸要把你和紫妍的婚事定下来 妈 我说了 我不会和她结婚的 那个臭小子 要气死妈妈 你们和紫妍结婚和谁结婚 你是想让妈死之前都抱不上孙子吗 妈 我还有事 唐紫妍这个女人 一会儿我就作妖 张成 帮我安排一场回面 是 盛总要见什么客人 不是客人 是盛总 未来的主人 我们终于 又见面了 客套就免了 你直接说 你把我接过来有什么事吧 我还有好多家务要做 只能给你五分钟时间 之前的网络攻击 是你做的吧 不愧是我盛林渊的 还有四分四十六秒 好吧 那我就不浪费时间了 我知道你不愿意回盛家 是因为不想和你妈咪分开 现在你可以不用有这个顾虑 我可以让他一起进盛家 一起进盛家 没错 我可以娶你的妈 进来吧 足动别墅两套 千万豪车一辆 这是紫杨哥哥 这是紫杨哥哥让我给你的 来 紫杨哥哥 我这次没有说 不错 有进步 想让我和雪儿认你 就把这份协议签了吧 追七协议 甲方将藏将应许 以方胜利渊 以方自愿于甲方签订本协议 对甲方妈咪展开追求 直到甲方妈咪心甘情愿地接受 追求期间 以方必须遵守以下调控 以方不得有任何强迫 或违反甲方妈咪意愿的行为 以方不得向甲方妈咪 透露自己的甲方 身负身份 借此绑架甲方妈咪的感情 一旦甲方妈咪喜欢上别人 以方必须主动退出 不得死缠烂断 还没完呢 必须 若以方违反上述约定 将永远失去甲方的心 本协议的最终解释权规 甲方所 以方不得申诉 方便解释一下 这份追求期协议是什么意思 你这个霸道总裁是怎么当的 你连这都不明白吗 达弟 你如果想让妈咪嫁给你 你就要先让妈咪喜欢上你呀 翔哥哥 我不是故意说的 想让你和妈咪喜欢上我 我说那这些东西 她还不喜欢我吗 你如果觉得我妈咪跟其他女人一样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就当我们今天没来过 雪儿我们走 等等 我知道你们意思 只是这份协议有些 这份协议太不公平了 全部都是乙方的义务 甲方就没有义务 甲方的义务就是监督乙方 你如果觉得不公平 大可不签 我们不勉强 达弟 成成 成成 这是我掌管生家以来签过的 最不公平的协议 没有质疑 让你和孩子断绝关系 你是去谈合作的 又不是要嫁给他 干嘛非要让你和孩子断绝关系 这是太莫名其妙 谁说不是呢 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 双双 你找我什么事啊 我还能有什么事啊 当然是给你介绍男人了 暖暖 我这婚戒所呀 来了一批新的男人 你快看看 双双 你又来了 我不需要男人 暖暖 现在不是你需不需要男人 而是子昂和雪儿啊 需要父亲 哎呀 他们不需要 希望达弟 早点跟我们谈去 你有多少男人 你想要多少 你有多少 我要多少 我全都要 我确实该给孩子们 找个父亲 好了就送到这里吧 盛大总裁快回去忙工作吧 我们已经达成协议了 你们能不能先行为生爹地 当然 不可以 盛大总裁请自重 在你让妈咪喜欢上你之前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不愧是我胜利渊的孩子 做事如此有准则 子昂哥哥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敞开了喊爹地啊 如果他争气一些 应该很快的 对了雪儿 你以后绝不能在妈咪面前 为他说好话 更不能叫他爹地 知道吗 为什么呀 我们都说好话 不会让妈咪 更快地喜欢上爹地吗 我们要让妈咪 自己喜欢上爹地 如果我们说了好话 妈咪就算不喜欢爹地 也会为了我们委屈自己 你也不想让妈咪受委屈吧 我当然不想了 我只想让妈咪开心 子昂哥哥我记住了 我不会在妈咪面前 说爹地好话的 记住了就好 走吧 我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子昂哥哥 我想吃红烧肉 没问题 好的 盛总 您是要追求姜暖小姐吗 我刚刚收到消息说 姜暖小姐她 我对她本人毫无兴趣 我追求她只是为了满足孩子们的心愿 她的事不用向我汇报 可是 姜暖小姐她在相亲啊 停车 你说什么 她在相亲 是的 我刚收到消息 说姜暖小姐已经见了七八个男人 就跟面试一样 这个女人男人性疯了 就人想让我生冤的孩子 跟别人做夫妻 她在哪 带我过去 好 如果我们结婚的话 财力怎么出来 我不需要财力 不行 我妈说了 必须得给 五十万 给我五十万就行了 一分都不能少 我给你 对啊 不然呢 我妈说了 虽然我是李毅 但是我没有孩子 你虽然没有结婚 但是你有两个孩子 你已经不值钱了 你必须得倒贴钱才配得上 我妈还说是 我妈还说 除了财力一分不能少以外呢 你得把孩子送人 我们老李家不养别人家的孩子 你妈有没有说过 你小时候掉进我盒里 这个没有说过 那你脑子挺进的 你妈怎么不带你去院 画个脑壳 好好检查一下呢 你居然敢骂我 我妈都没骂过我 明明是你不知廉耻 未婚先孕 你还有脸骂人 再次去试试 你这样的女的 这辈子也没嫁出去了 这前面进来几个人 都是奇葩 我现在甚至觉得 圣灵渊像个正常人 谢谢江大小姐夸奖 圣灵渊 圣大总裁 是来兴师问罪的吗 我要是来兴师问罪 还是要我亲自过来吗 那你 我也是来相亲的 开始吧 你相亲 圣大总裁 你要是想玩cosplay 去找别人啊 别找我麻烦 我可没时间陪你玩 你干什么 干嘛 这家伙到底搞什么鬼 罢了 赶紧打发就得了 相亲 我是认真的 好 那我们就相个亲 你带个人资料了吗 我还需要个人资料 我这张脸不够吗 抱歉 我脸吗 你确实脸 要不然也不会忘记 看来是没带啊 那你还是准备好再来吧 你干嘛 怎么有几分熟悉的感觉 你是想起什么 我是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啊 圣大总裁 好像不行 你说什么 圣大总裁 若是不行的话 怎么会想 拆散我跟孩子 而且又在 光天化日之下 通过刚才那种方式 满足自己的悦 竟然又说我不行 曹文让你领教我的力 不好意思 江小姐 我刚才只是 不想让你着急走 我们这个亲 还没有相完呢 我说了 必须要见到个人资料 江小姐 马上就能见到 圣氏集团总裁 圣林渊 在霍云城 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以下是 圣林渊的个人经历 圣林渊 今年二十七岁 十八岁 接受圣氏集团后 在七年内 将圣氏集团的市值 翻了一千倍 不知道 这算不算是个人资料 我们现在 是不是可以开始相亲了 你真的要相亲 是的 我刚才就说了 相亲 我是认真的 原因嘛 也很简单 我就是想找一个女人结婚 圣大总裁 想找什么样的女人 找不到 干嘛要找我 相比于其他女人 我更加愿意 找一个熟悉的 熟悉 我跟你 好像不太熟吧 我们只见过一次而已 一次就够了 那一次的深入交流 让我刻骨铭心 一次就够了 那一次的深入交流 让我刻骨铭心 那次我不是把合同 扔他脸上了吗 他怎么还一副 回味的样子 该不会是受虐心人口吧 那什么表情 就算你对我刻骨铭心 但是你是知道的 我有两个孩子 你能接受吗 我当然能接受 我会对他们 势手记住 将他们当作 圣家的继承人牌 让子昂和雪儿 成为继承人 你们豪门 不是最在乎 血脉相承的吗 他们本来就是我的血脉 我刚才说过 会对他们 势如己出 既然还有男人 这么大度 你 你该不会真的不行吧 还有完没完 好吧 我不提了 看来盛总 是真的确实要相亲 那我不得不说实话了 我们不合适 不合适 你不希望孩子们好吗 我当然希望他们好 而且我相亲 只是为了给他们 找个父亲 我说的好 是希望他们开心 快乐的成长 你放心 没有地方 会比盛家 更让他们开心 快乐的成长 你知道 我的孩子怎么来的吗 是 被我同父一母的妹妹 争夺江家大小姐位置 给我下人让 都说豪门一入身四海 像江家这种 小门小货 都这样残酷 别说你们盛家 这种豪门大户了 我不想孩子 在那种环境下成长 抱歉 浪费盛总时间了 你说对了 我 确实是不行 你说对了 我 确实是不行 什么不行 男人说自己不行 还能剩你要不行 难道是 盛总 对不起啊 我随后说的 你别当真 一个男人 会拿这种事情 开玩笑 既然是真的呀 盛总 对不起 我是真的不知道 不过盛总 你没必要 把这种事情 告诉我吧 你不怕 被我传出去啊 我之所以告诉你 是因为 第一 我们盛家 只有我一个独生子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 盛家会出钱雷斗 第二 因为我不行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 我会对你和孩子们不好 第三 我知道你相亲只是为了孩子 对男人并不感兴趣 我不行 所以 我不会像其他男人一样强迫你 跟我同房 现在 合适了 晚上 我带孩子和你一起吃个饭 如果孩子喜欢你 我们下午就去领证 如果孩子不喜欢 孩子们一定会喜欢我 希望如此吧 那我们晚上餐厅见 对了 你是真的不行吧 没有骗我吧 还不相信 要不你自己亲自体验一下 大可不必了 下面不行 还 这女生的 走 雪儿 为父为了你们 可是连形象都会了 林渊 你回来了 你怎么 紫妍呀 是来看我呢 这孩子 什么态度 阿姨 没关系的 林渊 我这不是刚回国吗 就带了些礼物来给叔叔阿姨 我爸妈不选择给你 你这份孝心还是留给自己爸妈 这孩子 有你这么说话的 林渊 我不管你怎么想 紫妍从国外回来 你们俩的婚室 必须尽快定下来 爸 我不管您怎么说 我都不会想他 你 叔叔 你别生气 我跟林渊的事不着急 您别气坏了身子 你看看紫妍这孩子多好 你们俩又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妈跟你说呀 在妈的眼里 我只认他做我的儿媳妇 妈 您不就是想要一个儿媳妇吗 我已经帮您找好了 真的 儿子 你可别因为跟妈置气 随随便便找一个女人做妻子 妈你别担心 我这不是随便乱找的 绝对没有比她更合适做你儿媳妇的人 真的假的 那她是谁呀 过两天你们就知道了 时间不早了 爸妈 我就先走了 儿子 你这不是吊妈的胃口呢 能不能让妈先看看照片呢 过两天再给你看 我还有事 你 世界上没有比她更合适的难道 叔叔阿姨 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 子言 林渊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她是在胡说呢 阿姨跟你说呀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比你更合适做我的儿媳妇 阿姨 我没事的 你就先歇着吧 江飞飞 我回国了 一起吃个饭吧 妈咪 我们今天为什么出去吃呀 因为我们要和一个 本叔叔吃饭 到时候 看你们喜不喜欢她 叔叔 该不会是 姜暖 果然是你 姜飞飞 姜暖 我的好姐姐 今天晚上 就好好享受了 过了今晚 姜家大小姐的位置 就是我的吗 是 果然是你 认识 子言 这个呀 就是我那个被野男人睡过以后就消失了的姐姐 原来是她 原来是她 我发掌是利息 当年你给我下药的事情 我还没找你算账 再敢出言不逊招惹人 小心我跟你算总账 你凭什么说是我给你下药啊 一定是你自己睡 说我给你下药 你要有个证据吧 小心 你最好祈祷我 真的没有这儿去 她不会是查到什么了吧 菲菲 你这个姐姐可真够霸道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才是姜家大小姐 她也 嘿 我才是姜家大小姐 餐厅经理呢 给我滚过来 江大小姐您来了 您吩咐 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 看他们不顺眼 好嘞 没问题 站住 这里不欢迎你们 赶紧给我滚出去 凭什么她一句话 我们就要走 我们也是客人 我没说你们不是客人 但是姜大小姐 是我们的VIP客户 我们店自然得先满足 VIP客户的需求 什么时候吃个饭 也要分三六九等 听我整啊 本来就有三六九等 我是高高在上的姜家大小姐 而你 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下等人 好了 把他们狗赶出去 帮我在门口立个牌子 江南与高 不得是内 好嘞 没问题 还愣在这干嘛呢 非得让我找人 把你们扔出去 才可罢休是吧 是新来的 你在跟我说话吗 是 我劝你现在 赶紧把你老板叫过来 不然 你会有大麻烦 你这个小兔崽子 行 我现在让你 先来一个大麻烦 你敢动他 我跟你没完 嘿 你敢在我的地盘动手 来人 把他们三个给我打一顿 然后扔出去 住手 你终于来了 他们在这闹事 我正要把他们赶出去 不不 我们没有闹事 是他不让我们在这里吃饭 老板 他们三个得罪了姜大小子 今天必须把他们赶出去 该赶出去的人是你 你们几个 把他们给我带下去 对不起江小姐 是因为我的管理失误 影响了你们吃饭的心情 那这样 你们今天的消费 免单 你看可以吗 我没事的 不用免单 您挣钱也不容易 这 感谢江小姐的理解 那这样 今天的饭打折 包夹在里面 你们进去 老板 等一下 他得罪了我 你怎么还跟他道歉呢 我可是你们店的VIP 我不管什么VIP 凡是进店消费的 我可没有因为一个客人 而赶走另一个客人的习惯 信不信我以后再也不来了 姜大小姐来不来是您的自由 您随意 信不信我让你们店倒闭啊 让我的店倒闭 恐怕江家还做不到 你 老板 姜大小姐 好歹是你们店的客人 你这样做也未免太过分了 紫言 谢谢您替我打包不平 听到了没有 我朋友一句话呀 就可以让你店倒闭 哦 这位是 说出来呀 怕把你吓死 我朋友是唐家大小姐 唐子玄 是盛氏集团总裁 圣灵渊的未婚妻 圣灵渊原来有未婚妻吗 哦 原来是圣大总裁的未婚妻呀 当然 圣总裁一句话 确实能让我的店闭闭 那你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啊 知道了 我已经做好了关店的准备 什么 老板你不用为了我得罪他们 你做生意不容易 我带孩子们出去吧 江小姐您不用离开 也不用感到愧疚 要不是因为小少爷 我这店扫关门了 小少爷 我的意思是 正是因为有江小姐这样 能够带着小少爷和小小来的客人 才有了我们饭店的今天 老板您严重了 不严重 做生意呢 讲究的是诚信 正是因为有了你们 才有了我们店的今天 只要我这个店开一天 绝不会赶走任何一个客人 谢谢老板 那我就不是客人了吗 当然 江大小姐也是客人 但你要是吃饭呢 我随时欢迎 但你要是没着良心 让我们赶走其他客人 那这个生意 不做也罢 好好好 你以为 就是店开不下去 这么简单 我朋友一句话 这儿你在云城 没有立身之地 是吗 云城还有这么厉害的人 我圣灵渊怎么不知道 我圣灵渊怎么不知道 我 是贼 你忘了上次 我怎么跟你说的 对了雪儿 你以后绝不能在妈咪面前 为她说好话 更不能叫她爹地 知道吗 记得了吗 因为我们要和一个叔叔吃饭 到时候 看你们喜不喜欢她 那个叔叔 我认识她 圣灵渊 差点忘了 唐紫妍是她的未婚妻 圣总肯定是过来 给紫妍撑腰的 你们完蛋了 灵渊 你也来吃饭吗 好巧人 是啊 我要是不敢巧的话 怎么能知道 唐大小姐如此未婚 不行 我来往 久等 圣总怎么过来找姜暖的 久倒是不久 只是 她不是你的未婚妻吗 未婚妻 灵渊 是朋友他们开玩笑的 敢拿我圣渊的名称开玩笑 你这朋友 胆子不小 圣总 是紫妍她 快跟圣总 快跟圣总道歉 圣总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再被我知道 有人拿我的名声招摇撞骗 以后她和她的家族都不晓得 灵渊 你放心 我以后会监督他们的 你跟这位姜暖小姐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我和她什么时候认识 肖像会报 当然不用 只是 飞飞跟我说了一些姜暖小姐的事情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飞飞 你是姜暖的妹妹 你跟灵渊说吧 圣总 我不是故意说我姐姐话话的 她呀 名声确实不太好 六年前 她还和野男人 野男人 圣总 我没骗你 灵渊 这件事一查便知 飞飞也没必要骗你 我确实不该多问你 跟谁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可是我也不想让你陷入麻烦呀 你是云城的焦点 你的一举一动 所有人都在注视 你可千万不要被不三不四的人 影响你跟圣家的名声啊 确实 你说的对 我不能被不三不四的人怜悟 从今天开始 唐子言 你不准再掏入圣家办法 灵渊你 另外 你不学的喊我的名字 我可不想被我的 被人物 好了 这下不用被不三不四的人连累 快吃饭吧 孩子们走得饿 圣总 这边请 江小姐 子言 你不是说 你快跟他结婚了吗 怎么圣总对你的态度 我跟灵渊的关系很复杂 你先不要操心我 操心操心你自己吧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你该不会忘了 你江家大小姐的位置怎么来的吧 什么怎么来的 我本来就是江家大小姐 现在江暖回来 还处心积虑的认识了林渊 你觉得 他下一步会怎么做 你是说 他要抢我江家大小姐的位置 那也未必 说不定他会跟你情童姐妹 一笑免仇呢 我还有事 饭就先不吃 你最好祈祷我 真的没有证据 没错 他一定是回来 抢我江家大小姐的位置 江暖 你别以为你攀上了圣灵渊 我就拿你没办 当年我的队子 现在一样可以 子昂 雪儿 你们先进去 想吃什么随便点 好的 妈咪 去吧 吃饭去了 刚才谢谢你啊 你拉我过来就是说这个的 不止这个 在正式把你跟孩子介绍之前 我想给你个反悔的机会 反悔 我为什么要反悔 你和你那个未婚妻 是怎么一回事 我刚才不是都说了吗 他不是我的未婚妻 他 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吗 对你一个不行的人 有什么好吃醋的 毕竟我们是相亲 没有感情基础 只要你能扮演好 父亲这个角色 让孩子开心 盛大总裁 有多少红颜之气 我都不会干涉 都没有关系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们在婚后各玩各的 你已经做好了 在结婚以后 给我戴绿帽子的准备了是吗 盛大总裁还在乎这个呀 就算我再不行 也还是个男人 明白明白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不会干涉盛大总裁 我自己对男人没兴趣 只想照顾孩子长大 所以盛总放心 你不会变虑的 这还差不多 都不行了 自从心里挺紧的 好了 说回正事吧 我说给你个反悔的机会 是因为 你未婚妻说的不道理 如果我和你结婚 肯定会影响你和盛家 毕竟他们说的没错 我的名声确实不好 你恨那个男人吗 我怎么可能不恨他 他几乎毁了我的生活 当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 我恨不得找到他 和他同归于尽 但是 如果 我是说如果 那个男人出现在你面前 你会怎么办 没有这个如果 为什么 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了 反正他已经死了 死了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我都看到他墓碑了 墓碑 墓碑上写的是谁的名字 你怎么知道 他就是孩子的生父 你怎么这么关心这件事情 你是怕我们结婚以后 他的生父会找过来是吧 你放心 我已经百分之百确定 他已经死了 百分之百确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既然 盛总这么在乎这件事情 那你还是综合考虑一下 我名声的问题 考虑一下反悔的事情 我考虑好了 这样挺好 耽误人家 还不过来吗 还怎么都饿了 他没有反悔 他竟然一点不在乎名声的问题 妈咪 我们可以吃饭了吗 对不起啊 妈咪让你久等了 来 我喂你啊 相亲应该不算违反协议吧 你别高兴了太子 你还没让妈咪喜欢少女 那还不是吃饭的事 你们也吃啊 你们怎么这么像啊 你们怎么这么像啊 不好 要暴露了 叔叔 你干嘛学我 不好意思啊 叔叔不许你动作了 我还以为这样子 能和小朋友拉近距离 哪有你这么拉近的呀 我咋多想什么呢 孩子的亲生父亲 明明已经死了 好对了 雪儿子 叔叔还没有给你们准备礼物呢 你们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我就不要了 真的吗 什么都可以吗 雪儿 不可以跟叔叔乱要东西的 没关系的小诺 是的雪儿 什么东西都可以哦 那我想要跟叔叔堆雪人 堆雪人 之前下雪的时候 别的小朋友 都有代替陪着堆雪人 只有雪儿没有 雪儿 现在还没有下雪呢 我们等下雪的时候 再邀请叔叔一起玩 好不好 好吧 在什么时候才可以下雪啊 小孩子总是天满星空的 你不要介意啊 吃饭吧 回去后 我就问问孩子对你的看法 不行 先看看雪儿 是不是喜欢我送给她的礼物吧 礼物 什么礼物啊 哇 妈咪你看 下雪了 真的 下雪了 真的 下雪了 这是你做的 人工造雪而已 花不了解险 谢谢你啊 不用 都是给孩子做的 孩子的心愿 我这个 叔叔的 怎能不满足 慢点 慢点 叔叔 现在下雪了 你可以陪我堆雪人了吗 当然可以啊 雪儿想要堆一个什么样的雪人啊 我想堆一个很可爱的 别的小朋友 都要可爱的 没问题 我们最可爱的雪儿对的雪人 就应该比别人的都要可爱 走 慢点啊 走喽 孩子的父亲 好像真的挺好的 慢点慢点 妈咪 走 你喜欢这个叔叔吗 妈咪喜欢我就喜欢 妈咪喜欢叔叔吗 妈咪好像 再也喜欢不上任何人了 不过妈咪觉得他 挺好的 嗯 注意安全 辛苦你了 你你你干什么 我想 我们可以去领证了 我还没有问雪儿的意见呢 这还用问 你流程得走一下吧 这家伙都不行了 这不用 女人 总是喜欢做一些多此一举的事情 盛大总裁 别高兴得太早 你只不过才迈出第一步 光明还尚未成功 别骂 但我相信 前途一定是光明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败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雪儿 开心吗 开心 你也不想妈咪 你也不想妈咪受委屈 你也不想妈咪受委屈吧 你差点忘了 我不能让妈咪受委屈 怎么了雪儿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说 没关系 那我们就不说了 妈咪 我不喜欢这个叔叔 什么 不喜欢 为什么呀 你们刚才不是玩得挺开心的吗 因为 叔叔没把雪人对得像我一样可爱 雪儿 雪人是假的 怎么能跟你比呢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叔叔啊 我觉得我不管 反正叔叔没把雪人对得像我一样可爱 我就不喜欢他 好了好了 妈咪知道了 那你自己先玩会好不好 终究还是有名字 雪儿哥哥 把你说的做了 雪儿这是什么意思 这下没话说了 我就说不用了 走吧 我去拿户口吧 雪儿说 不喜欢你 什么 非常抱歉 浪费你的时间了 等等 雪儿怎么可能不喜欢我 他有说为什么吗 他说 你对的雪人 没他可爱 这算什么理由 你忘了上去 我怎么跟你说的 我大概知道是怎么不适合你 怪我 小孩子理由 我确实不能理解 不过雪儿不喜欢你是事实 所以 等等 心没左翼 我现在就去给他 对一个最可爱的雪儿 诶 等等 你这样 反而会吓到孩子的 那怎么办 就让雪儿这样不喜欢我吗 你居然 这么在乎雪儿 喜不喜欢你 我当然在乎 我可是雪儿的 叔叔 我知道你很急 但你先别急 抱歉 刚才是我着急了 可是我真的太喜欢雪儿 你刚刚说让叔叔先别急 是知道什么吗 妈咪 我觉得雪儿是第一次见叔叔 有点不熟悉 也许下次就好了 我觉得就是像咋说的 谢谢你包 逼 我去找雪儿 毕竟是我犯的错 我要弥补一下 咋说的没错 这样吧 过几天我再带孩子们见你一面 如果到时候雪儿还是不喜欢你 没有这种如果 我一定会让雪儿喜欢上我 她是真的喜欢我的孩子 你干什么 在雪儿喜欢上我之前 你不允许去和别的男人相亲 孩子们的父亲只能是我 居然还是个战友狂 不知道的 以为孩子是你的 小阳哥哥 我按你说的做了 我放不放 爹地怎么走了 爹地只是去忙工作 下次妈妈会带我们继续见她的 太好了 那是不是说 妈咪有点喜欢爹地了 嗯 那里面有没有雪儿的功劳 都是雪儿的功劳 雪儿最棒了 雪儿 早 我们回家吧 好啊 雪儿 剩受多少有孩子的女生 至少有 几千人吧 小孩是六岁左右 小女孩 大概有几十人 给他们加一个月工资 这两天让他们交一份报告上 报告内容是 如何让六岁的小女孩喜欢你 妈咪 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到那个叔叔呀 你不是不喜欢那个叔叔吗 怎么还想见他呀 妈咪 雪儿其实 江小姐 嗯 你是 唐紫妍 你是来找我的 江小姐不用担心 我不是来找麻烦的 相反 我是来道歉的 道歉 之前在餐厅 我听信了江飞飞的一面之词 为了替他出头欺负了你 实在是不应该 江小姐 对不起 呃 你 真的是来道歉的 除了道歉 我还有些话想跟你说 是有关 你跟林渊的 我 江小姐先听我说完 不瞒您说 我从小就喜欢林渊 可是她从来都没有正眼瞧步我 我一直觉得 只要我坚持 总有一天她会被我打动的 可是 我今天看到 她为你人工降雪 还在雪地里面 陪你和你的孩子玩 我就觉得这个男人 已经不属于我了 我想我该放下了 江小姐 林渊 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男人 能得到她的喜欢 是你的福气 我很羡慕你 祝你跟林渊幸福 啊 她竟然是来祝福我的 哦对了 江飞飞可能要设计对付你 你千万要小心 妈妈也不喜欢她 不喜欢 为什么呀 人家又是道歉 又是来祝福的 还提醒我小心 再好不过了吧 不要看她说什么 要看她做什么 老板 江大小姐 好歹是你们店的客人 你这样做也未免太过分了吧 你可千万不要被不三不四的人 影响你跟盛家的名声啊 也是啊 她对我的态度 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确实很可疑 哎我的儿子 你什么时候能说出 这么这里的话来了 你该不会是个天才吧 妈咪 我是听叔叔说的 怪不得 我还以为我的儿子 比我都从头 走吧回家吧 喂您好 哦对是我 好的 我现在就过去 子杨 雪儿 你们先回家 妈妈有点工作要处理 嗯 注意安全 去吧 雪儿我们去买菜 雪儿你怎么了 老哥哥 我说错坏了 你为什么不说我 老哥哥 我说错坏了 你为什么不说我 雪儿 老哥哥我是不是 但我不是两三岁的小孩了 我跟妈咪说 我跟妈咪说 我不喜欢这个叔叔 是不是说错坏了呀 雪儿 那不怪你 是我让你那么说的 要怪也得怪我 不怪小哥哥 小哥哥让我不说好话 也没让我说坏话 小哥哥 是不是因为我说了达丁的坏话 妈咪再也不说达丁了 没有雪儿 你不要多想 妈咪又给了爹地一次机会 我之前说 很快就能再见到爹地 是真的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曾哥哥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 你那么聪明 还会做饭 还那么会说话 还会照顾我们 爱我笨笨的 我什么都不会 除了吃饭 什么都不会 雪儿 不许你这么说自己 我们是分工不同 我是家里的男子汉 负责照顾好你和妈咪 是应该的 那我呢 你也有自己的分工 那就是长大 吃饭就能长大 可是我也不想光吃饭 我也想帮子昂嗖嗖嗖 等你长大 你长大就能帮到我了 那我要快快长大 嗯 我们去买菜吧 买完菜 我去给你做好吃的 吃饱了才能长大 地址确实是在这里啊 怎么在这种地方谈合作 哈哈哈哈哈哈 呃 请问你是马红才 马老板吗 哈哈哈哈 是我是我 你就是姜短小姐吧 没想到长得这么漂亮 马总今天这么忙 要不我们改天聊吧 啊 不忙不忙 你们两个还不出去 别耽误我谈生意 好了 现在没人打扰我们呢 来 快起坐 要不 我们换个地方聊吧 这地方不挺好的吗 还能喝喝酒 来 我们先喝一杯吧 提前预祝我们合作成功 抱歉啊 我不在外面喝酒的 怎么 你该不会是担心 我这酒里下的东西吧 姜小姐 你防小人也就算了 我这君子 你也防 啊 不过 也不能怪你啊 毕竟我们第一次见面 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我能理解 哈哈哈哈 这女人还挺谨慎 不过脑有准备 这瓶酒还没开封呢 我现在就当着 姜小姐的面打开她 这样你应该 可以放心喝了吧 啊 马总 不用开了 我说了 我不在外面喝酒 我都这么有诚意了 你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 那不打扰了 哎 等等等等 姜小姐 我刚才只是随口说说 你别当真 既然你不愿喝酒 我怎么会这么来抢你 那我们就直接谈工作吧 来 快请坐 我给你拿合同 这人果然有问题 好啊 那我们就直接谈工作吧 来 快请坐 我给你拿合同 我倒要看看 是谁指使她的 来 你先看看 这是我你的合作协议 有什么条件随便提 都可以商量 信息条款有些多呀 我一时半会儿 可能看不完 啊 不着急 你慢慢看 我今天的时间都留给你 毕竟 我是非常希望 能和姜小姐喝酒 以为不喝酒就能逃过去了 我只要拖住你 等到姜飞飞带人来 照样插翅南飞 哎 马总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呀 我妹妹介绍的吗 你怎么 当然不是 这还由人介绍吗 姜小姐的设计能力 在夜间 那是出了名的 我早有耳闻 原来如此啊 果然是姜飞飞 雪儿 你还有别的想吃的吗 子昂哥哥够了 雪儿想吃的都有了 那我们回家吧 他果然在跟踪我和雪儿 子昂哥哥怎么了 雪儿不要回头 听我说 江飞飞应该快到了 晚上就能品尝这个女人的滋味了 姐姐一定会比妹妹更美味吧 马总 这个条款是什么意思呀 哪个条款啊 妹妹你来了 好好一个大男人不当 飞给江飞飞当狗 不过也好 利用你这只狗 把江飞飞 咬出来 我那个姐姐 想必已经等得着急了吧 江飞飞 盛总 这就是从那些报告里边 提取的精华内容 对您有帮助吗 大部分 没有帮助 不过还是给了我一些启发的 再放映 是 盛林约 我是江子昂 子昂 我和雪儿被坏人跟踪了 什么 这个给我查 是 不用管我们 我有办法对付坏人 你现在立刻去找妈咪 我怀疑妈咪也遇到了危险 只要妈咪没事 我保证雪儿会跟妈咪说 立刻查出江南的位置 是 盛总 小少爷那边真的不用管吗 他说不用 就是 因为他是我盛林约的 是 小姑哥 怎么样了 可以了 辛苦雪儿 给我吧 我说的你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 那我们开始对付坏人吧 正忙着呢 是啊 我现在正姑姑呢 叔叔 我能接你电话用用吗 接电话呀 叔叔 我们找不到妈咪了 所以想借你的电话 打个电话给妈咪 确认自己送什么 啊 小朋友 不是叔叔不借给你 是因为 叔叔的电话 他没电了 叔叔叔 你刚才还在用手机打电话呀 对呀 就是刚刚没电的呀 不过没事啊 打不了电话没关系 你们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吗 叔叔可以送你们回家呀 真的吗 叔叔太好了 雪儿 别让叔叔送我们了 你没听见刚才叔叔打电话说吗 叔叔很忙的 不忙不忙 叔叔就算在忙 也有时间送你们回家呀 那就麻烦叔叔了 不麻烦不麻烦 叔叔这个人哪 最喜欢做好事了 走吧 两个小屁孩居然自投楼网了 真是省事 到了没人的地方 我就直接绑走他们 这马虹才怎么把自己也关趴下了 不过 这目的倒是达到了 好热 姜暖 还认识我吗 帮帮我 我好热 别急呀 我的好姐姐 我这不是来帮你了吗 我姐姐她需要帮忙 你们四个 可得给我好好埋命 姜大小姐放心吧 把吃奶的劲使出来 那就一个一个来吧 姜暖 六年前你就没有斗过我 你以为帮上圣灵渊 就能斗过我吗 等到明天 整个云城都是你的视频 看圣灵渊 还怎么帮你 没想到啊 我还能第一个来 什么 我别动 你竟然是装的 三十场了 准备动手 你们怎么这么慢啊 能不能快点 对不起叔叔 菜太沉了 提这么点菜都费劲 你们吃什么长大的 叔叔 要不你不管我们了 我们先会儿 自己回去 那怎么能行呢 叔叔说好了 要送你们回家 来 把菜给叔叔 叔叔帮你们拎啊 救命啊 你胡说什么 我是在帮你们拎菜 别打我 别打我 你再敢胡说 行不行我 你是什么人 你想的孩子做什么 阿姨 我们不认识他 他过来就说送我们回家 我说不用 他就对我们动手了 你胡说什么 大姐 你真的误会了 他们说 让我送他们回家 然后说菜太沉了 拎不动 我就帮他们拎菜 这点菜 我们怎么可能提不动 果然是人贩子 来人哪 有人要拐孩子了 什么 竟然来了人贩子 该死的人贩子 别让他跑了 再敢跑 你管你等猪给剁了 我竟然在这里 有个孩子手里 都别动 竟然是装的 都被你害过一次 我还能那么没长进吗 倒是你 六年了 一点长进都没有 还只会用这招害人 你妈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跟我笑 他不敢杀我 确定吗 不要杀我 确定 你就安安全全地送我出去 拦住他 别让他走 你是想害死我吗 谁管你死活 知道 出去了 我们几个都得完蛋 你还愣着干什么 不好 你 你 小暖 你竟然敢让我流血 我弄死你 我也这样弄死你 你给我狠狠收拾他 你 他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给我上 可是 不是 他们力气了 赶紧给我上 赶紧给我上 圣 圣 圣灵渊 总算赶上 圣 圣灵渊 你怎么来了 我当然是来救你 真是谢谢圣总 你要是再晚来点 这些人都被我收拾了 我竟然没帮什么 只要是让子昂和雪儿知道 岂不是会觉得我这个父亲很没怨 圣总 圣总 饶命圣总 我该用什么理由饶过呢 是他 是他 是他逼我过来的 我不想过来啊 他有家人威胁我 圣总 这么说 你还是受害人 对 这个理由好像不错 我这衣服怎么脏 圣总 我来给你擦 什么 圣凯对我圣灵渊动手 这样藏和雪儿 就不会觉得我没用 这家有什么情况 怎么搞起钓鱼纸法了 对不起 圣总 都是我的错 你就原谅我吧 你该认错的人不是我 姐姐 你就放过我吧 放过妹妹吧 我可以把江家大小姐的位置还给你 把江家大小姐的位置让开 我发誓 我再也不跟你讲了 发誓就不必了 你既然喜欢江家大小姐的位置 你就继续坐着 那谢谢姐姐原谅我了 毕竟接下来 你的人生除了这个位置 什么都没有 什么 从江振华 断绝我妈手术费 并桃儿皇之地将你跟你的母亲 接近江家的那一刻起 我就再也不是江家人 既然我不是江家人 你凭什么觉得 我会在乎江家大小姐的位置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不想要江家的资产 盛总 你能帮我一个小忙吗 有多想 让江家破产那么小 那确实 张成 五分钟之内搞定 是 现在醒了吗 你疯了吗 那是几个亿呀 几个亿的资产 那也是我妈打拼下来 让你们母女俩享受了这么多 也该还给她了吧 盛总 能再帮我个忙吗 都带下去吧 是 进来吧 江短 我不就是给你下过两次药吗 你确认得我赶紧杀绝吗 江短 你不得好死 奇怪 怎么了 江飞飞 怎么没用绑架子昂和雪儿的试妖险 她又不知道那边失败 什么 她派人绑架子昂跟雪儿 放心吧 没绑架成功 孩子们现在能很安全 那就好 江飞飞现在长庆了 敢同时绑架我跟孩子 看样子 她是猜到那边行动失败了 所以干脆放弃挣扎 大处得报 要不要一起喝一杯 不用了 我不再也没喝酒 等等 你这酒哪来的 就是你桌上放的这瓶 唯一没有倒出去的酒 该说不说 这个马洪才的品味还可以 酒味的还行 全真的是这瓶 这么大总裁 你都没有钱买酒的吗 还喝别人剩下的 酒没开封放的多浪费 这瓶酒被马洪才动过手脚 小哥哥 我们把坏人打倒了 雪儿 立正 小哥哥 怎么了 江应雪同志 你打倒了坏人 我代表人民 收予你小英雄称号 希望你不骄不躁 再接再厉 小哥哥 你什么时候准备的 我好喜欢呀 谢谢小哥哥 喜欢就好 走吧 回家做饭的妈咪 不愧是林烟的种啊 比我想象的 还要聪明 江小姐 这金酒店房间还可以吧 要是不行的话 我再去换一件 有什么不行的呀 有张床能睡觉 就可以了 好 江小姐 你要不先去隔壁的房间休息一下吧 我来照顾盛总就行 我就不休息了 孩子还在家等着呢 我就直接回去了 好 我想象当初一样离开我 不允许 当年你说的好像我们有什么关系 不许你离开我 盛大总在 还是会碰词了 你放 你先放开我好不好 嗯 我不离开 放开 你先休息吧 我来照顾他 有劳江小姐啊 嗯 你看什么看 要不是之前你帮过 才不留心 说起来 别人是被酸剑 盛大总裁 是主动中招 不愧是盛大总裁 果然与众 喝水 女神 你是在嘲笑我 不够明显吗 我嘲笑的 还不够明显吗 很好 你是第一个敢嘲笑 我圣灵渊的女 女神 你成功地 变清了我的心 你真是神志不清啊 你说这种被人的话 好 我们现在 睡觉 好好睡觉 盖好被子 起来 你 你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我要和你一起睡 你别得寸进尺啊 别以为你中招了 我就不好意思对你动手 放开我 干什么 你真拿上睡觉啊 你这是分明想睡我 女神 你是不愿意吗 我凭什么愿意 你放开我 对了 这家伙不行 我怕什么 盛总 你能看上人家 人家求之不得呢 我怎么会不愿意啊 只是可惜了 盛总 办不到啊 女神 你这是在玩火啊 又说这种为人的话 我就是在玩火 有本事 盛总以你的火 烧我的身啊 没本事就赶紧给我睡觉去 女神 这是你自找的 我现在就让你领教一下我的本领 放开我 干什么 烧林渊 你干什么 你发什么疯啊你 你不是不行吗 真是 你放开我 你个骗子 原来 你一直在骗我 你说对了 我 确实什么心 哪个男人 把他这种世界开玩笑 原来 当年那个人是你 孩子的心愿 我这个做 叔叔的 怎能不满足 总算是赶上 上林渊 从此以后 我们互不相见 各自安好吧 端菜 你要饿的话 就先吃吧 我要等妈咪一起吃 妈咪是不是遇到坏蛋了 不然怎么还不来 没事的 我让爹地去救妈咪了 他如果让妈咪出事 他就不配做我们的爹地了 什么 谁的居然去 英雄救美了 那妈咪喜欢上爹地了 你怎么知道妈咪喜欢爹地了 电视上都是那么演的 一个男孩子 救了一个女孩子 女孩子 就很快地喜欢上了男孩子 倒也没那么快 过他怎么着 也能得到妈妈的一些好感 要是他不蠢的话 妈咪 妈咪 你回来了 子昂哥哥给我们做了饭 快点去吃吧 妈咪不想吃 雪儿跟子昂一起吃吧 妈咪有些累了 想过去休息了 妈咪 你是不是被坏蛋欺负 那个叔叔没有帮你吗 雪儿 你之前说 不喜欢那个叔叔对吧 妈咪 我其实 不喜欢就对了 那个叔叔就是个骗子 你以后看见他 离他远远的 知道了吗 妈咪怎么说 爹地是个骗子 一定是他做了什么 让妈咪生气的事 我真是高古大了 女人 你这是在玩火 女人 这是你自找的 我现在就让你领教一下 我的本领 你放开我 你个骗子 我算怎么会说那种话 做那种事 我来向他道歉 只要他能原谅我 让我做什么都行 就这么放 他把我删了 对不起 宁波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连号码都给我拉黑了 只是连道歉的酒 都不给我 不知道盛总今天怎么了 心情特别不好的样子 看来有人要等别了 罗副总 你是怎么做事 这么低级的错 也给我犯 盛总 你听我解释 那是因为 你得给我找借口 对不起盛总 我错了 我会负责到底的 负责 你怎么负责 盛世集团这么大的损失 你承担得起吗 会有话把你放在 副总的位置上 就站退在我的心人呢 盛总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 这 那什么保证 我已经给过你的机会 是你自己没有把握住 立刻收拾东西走人 明天不用来上班 什么 还不走 盛总 我知道我自己 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让你失望了 我是该走的 但是盛总 我不想 就这么带着遗憾地走 你和盛世公司 陪了我这么多年 我不但没有回报 还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我如果就这么离开 我的心 会一辈子不安的 盛总 请您 让我弥补自己的过错吧 等我弥补了自己的过错 你不用说 我自己就会离开 永远 都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 不愧是刘副总 有水平啊 还给我打起感情牌 你也有吃你这些套 盛总 我这都是肺腑之言啊 没时间听你废话 立刻给我走 雪儿 你们怎么来了 都出去 都在这儿给我看着 不许出去 行 都待着 嫂 你怎么带雪儿过来 圣灵员 你对妈咪做了什么 让妈咪那么生气 嫂 我 我 我昨天是因为 你在给我找借口吗 嫂 对不起 我向你道歉 我一定会对你妈咪负责的 负责 你怎么负责 我妈咪受到的巨大伤害 你负责得起吗 走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向你保证 你凭什么相信你的保证 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了 是你自己没有把握住 从今天开始 你不要再找我们 我们再无任何关系 是 真的 怎么 你要强行留下我们吗 走 雪儿 我知道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 让你们失望 你们不想认我是应该的 走 雪儿 我知道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 让你们失望 你们不想认我是应该的 但是现在 不能放手 我让你们的妈咪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现在不仅没有弥补她 还对她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如果就这样放手的话 我的心难安呢 走 我求你给我个机会 让我弥补你们的妈咪吧 等弥补她之后 不用你们说 我自己就会离开她 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 爹地 还拿起感情牌了 你以为我吃你这一套 我都是发自分裂啊 是不是都跟我没关系 让开 小阳哥哥 我们再给爹地一次机会吧 雪儿 雪儿 有些人不长记性 再给多机会也没用 我保证记住了 绝不再烦 小阳哥哥 你看爹地都认错了 我们还是给她一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雪儿不想更认识爹地 就又再也不见了 好吧 看在雪儿的面子上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走 雪儿 谢谢你妈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妈咪对你很生气 她可不会轻易原谅你 妈咪要是不原谅你 我和雪儿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妈咪要是不原谅你 我和雪儿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雪儿 我们走 再见 你一定要加油啊 雪儿 我一定会加油的 刚才发生的事情 除了这个会议室 都给我忘记 都不准再提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回去工作吧 盛总 我 你是不想工作了 我这就去工作 谢谢盛总 谢谢盛总 小阳哥哥谢谢你 为了我又给爹地一次机会 雪儿 你是妹妹 我是哥哥 哥哥为妹妹做什么 妹妹都不用说谢谢 小阳哥哥 走吧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妈咪对你很生气 她可不会轻易原谅你 是啊 我怎么坐在那 让她原谅我 盛总 这份合同 是有问题吗 哦 没问题 盛总 那只笔没水了 你用这只 没水了 盛总 现在立刻带我去医院 去医院 盛总 您是生病了吗 对 生病 我得了很严重的心病 这个世界上 谁都有可能骗你 但钱不会 以后就专心搞钱吧 子昂雪儿 对不起 妈咪只能委屈 你们没有父亲了 哇 好大一束花 该不会 是哪个追求者送你的吧 不是 这个呀 是客户送给你的 暖暖姐 客户送我的 谁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知道啊 是一个大帅哥 他现在在会客厅等你呢 你快去看看吧 大帅哥 该不会是 果然是他 江暖 你来了 冒冒 送客 等等 盛总 又要用墙了吗 江暖 我今天来 是来向你道歉的 我那天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是因为 神志不清了 舒服吗 什么 我是问你 那天和我睡觉舒服吗 确实还挺舒服的 还吃到舒服 那看来还不是神志不清 这 这 向暖 你恨我怨我 我都能理解的 毕竟 是我犯了大错 但我胜利员 不是不负责任的人 这是股权转让书 只要你签了字 盛市集团 百分之十的股份 就都是你的 盛市集团 百分之十的股份 那得好几百个亿吧 盛大总裁 真是大手笔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 人犯了错 只要花钱 就可以得到原谅了 江暖 这个股份转让书 只是我想要表达 对你伤害的一种补偿 我不求能够得到你的原谅 只求能够 给我一次补偿你的机会 盛大总裁不用补偿我 毕竟我跟你 什么关系都没有 江暖 我对你和孩子是真心的 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机会 盛大总裁这么想要机会 只要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那盛大总裁 把自己淹了吧 你要把自己淹了 那你之前说不行 你就不是在骗我了吗 这我确实做不到 既然做不到 就不要随便说 什么都可以 那样 我只会觉得你更加卑误 盛总 不送 以后请你也不要再来了 你说让我把自己淹了 这我确实做不到 但你看这样行不行 不用白费力气了 结扎手术 你把这个结扎了 三哥哥 你说妈咪会原谅呆你吗 恐怕很难 因为妈咪这辈子最恨别人骗他 那该怎么办 我们要不想想办法帮帮呆呆吧 雪儿 你这次绝不能帮他 这次不是妈咪喜不喜欢他的问题了 而是他让妈咪生气了 如果他自己不能让妈咪消气 妈咪一辈子都不会释怀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三哥哥 希望奶迪一定要加油啊 雪儿 我们走 雪儿 小心 雪儿 哥哥 雪儿 哥哥 小东西反应还挺快 居然没把你撞死 现在死不死无所归 反正早晚都剩 小哥哥 小哥哥 你快醒醒 雪儿 你快跑 就你们 还想跑 你们要是跑了 我还怎么拿你去跟你妈报仇 不然是中妈咪来的 你好 你好 姐姐 好久不见了 你是 江飞飞 姐姐这么快就听出来了 不会是想我了吧 你怎么被放出来了 当然是有人救我了 你猜 这会是谁呢 难道是 她 你把自己结脏了 江南 我之前说自己不行 确实是骗你的 但我其他对你说的话都是真 我不会再有其他女人 也不会再有其他孩子 我不奢求你能够原谅我 我知道 你已经不愿意轻易地相信我 所以我去做了结扎手术 至少这样你可以相信我 不会对孩子们不好 我现在是担心你不好 你 你快去坐回来 坐不回来了 这是永久性的 永久的 你有病啊 我是有病 你和孩子 就是我的心病 能帮我治病吗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把你拒绝了 你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那没有就没有啊 江南 你不要多想 我做结扎手术 只是为了想让你相信 我之前说的话 不全是骗你的 我不奢求你能够原谅我 只求你 能给我一次补偿你的机会 这 那个 你先坐下 我去接个电话 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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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这是我平生 第一次这么紧张 是因为在乎吗 绝不可能是胜利渊 你给我打电话 就是为了告诉我 这件事情 当然不止了 好久没见姐姐了 想见你 我没时间 更没兴趣 先别着急着拒绝啊 姐姐 看看我给你发的视频吧 视频 雪儿 走 蒋飞飞 你把他们怎么了 他们呀 只是睡着了 只要姐姐你来见我 他们就没事 可是你要是不来 那可就不一定了 我死都不会放过你 只要你乖乖听话 不会把孩子怎么样的 记住 只要你一个人 要是你敢告诉别人 他们就死定了 好 诶 诶 诶 你干什么去啊 雪儿 子王 别怕 妈咪一定会救你们出来的 诶 客人要来了 交代你们的 都准备好了吗 江大小姐 你放心 我们可是专业的 快去准备吧 姜暖 我说了 要让你加倍奉快 你一个人的命 又怎么够 电话还没打呢 人呢 先生 我以为你也走了呢 也 姜暖走了 对 暖暖姐 她好像是要见什么人 急匆匆的就走了 什么 那我给她打个电话吧 好 你好 您播叫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请您稍后再播 sorry 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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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小明星 小明星 你知道我们这是在哪吗 小明星 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也是刚刚醒来的 手表也被收走了 他们真是够提示 张哥哥,他们抓我们干什么 妈咪会来救我们吗 他们抓我们就是想利用我们害妈咪 所以我们不能等着妈咪救 所以我们要自己想办法逃出去 哟,醒了,真巧 你们的妈咪也快到了 江飞飞,我来了 江暖,这么快就来了 这么着急见我,妹妹还有点感动呢 少飞我,我的孩子呢 站着别动 我知道你很能打 你要是再靠近我 我就把火锦丢出去 让你的孩子蹦蹦一下 什么都不胜 你敢 江暖,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是不会让他们怎么样的 江飞飞,你恨的是我 我放了孩子,我任由处置 哇 这就是母爱吗 这也太伟大了吧 但是真的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伟大 我还需要验证一下 这是 你能为你孩子做到哪里 你是想让我自杀吗 暖暖姐,她连我的电话也没接 估计是有什么急事要处理 这样子,您先回去 等她回来了,我再通知您 有了 连招呼都不打就走 她一定是在夺我 她果然还是没有悬调 不对 就算她等着我 也不至于连同事的电话都不接 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我的好姐姐,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呢 虽然你让我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我不会让你直接去死 毕竟,这也太便宜你了 你想让我怎么做 我要你一刀一刀地捅自己 直到我满意为止 我要你一刀一刀地捅自己 直到我满意为止 原来如此 那我要捅自己多少刀 你才会满意啊 嗯,这就要看看 你的母爱什么时候能打动我了 毕竟 只要你捅的刀数越多 我就越感动 直到我热泪盈眶 我肯定会放了他们的 怎么会保证放了他们 江暖,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要么,你按照我说的去做 要么,就让你的孩子 现在就消失 怎么 怕了 刚刚不还是为了你的孩子 顺由我处置吗 怎么现在犹豫了 江暖,你露馅了 你跟我一样 你只爱你自己 抱歉 刚才确实是把 把我扎走位置 一刀就给自己送走了 那样你不是太失望我 竟然真的对自己动手了 是江飞飞绑架了孩子 谁把他放出来的 是,盛总 我们还在调查 得快点 孩子和焦暖要是个三差两短 我们都别干了 是 叔叔,只要你放了我 不管那个女人给你多少钱 我都会给你双倍 双倍 小屁孩 还想骗我 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呀 我是圣灵渊的亲生儿子 圣灵渊 你要是他亲生儿子 我就是他的亲兄弟 臭小子还想骗我 老子骗过的人比你吃过的米都多 真的是 给我闭嘴 就算你是圣灵渊的儿子又怎么样 你以为我会蠢到被你收买吗 我现在已经绑架你们两个了 就是现在把你们放了 我也是在劫难逃 所以我只会一条道走到黑 等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就可以拿着钱去国外逍遥快活 你的任务是什么 我的任务啊 就是送你们下去见妈咪 怎么了 害怕了 别怕 我的手很快的 一点都不疼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小子你他妈敢办我 叔叔我不是故意的 一句不是故意的就完了 老子的酒都洒了 要不是因为时间没有到 我他妈现在就弄死你 这他妈会气 老子咱们还得拿一瓶酒 小阳哥哥你疼不疼 小阳我一点都不疼 你应该高兴才对 因为我有割开什么的东西 他竟然真的对自己动手了 你还 你还 元气不错呀 这一刀不致命 不知道你还满不满意 一刀就想让我满意 你觉得可能吗 你还 急什么呀 你还 枪断 这一刀失误了 跑得有点深 你真的不怕死吗 我当然怕死了 哪有人不怕死的呀 如果我的死可以换我的孩子活下去 我宁愿去死 因为我是一个母亲 不要 不要 我让你站在那儿 江湿再敢过来我就把这些给人 江飞飞 你威胁我 我飞就是想折磨我 你自己动手吧 我没有力气 江暖 你想耍什么花样 我让你自己动手 你不敢动手 是因为你不敢杀人吧 谁说我不敢 你要是敢杀人 你当年就不只是瞎营 应该把我杀掉 不就没有现在的事情了吗 妹妹啊 你这六年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身为江家大小姐 不应该杀法苦论吗 对不起 江家被我搞没了 但我没说 江暖 你敢嘲笑我 你看我杀了你 这怎么可能 我这一刀 还是刺得太深啊 不是刺了三刀吗 怎么还有力气 谁说我中了三刀了 我这两刀 可能没刺中 不过 这肩膀上 确实有点好 毕竟不出点血 怎么能骗过你呢 江暖 你竟然敢刷我 我一定要杀了你 我一定要杀了你 给过你杀我的机会 可是你不中用 江暖 你这个蓬蓬无子的小人 吵死 你还是好好睡一觉吧 怎么回事 我这是失险过多了 不要杀了你 张暖 几种目标 目标失去威胁 收到 圣灵医院 你怎么来了 你孩子出事了 我怎么那么来 那肩膀 我送你去医院 等一下 先救孩子 让你们受苦了 我来救你们 狼哥哥门打不开 果然从外面上死 没关系 那我们采取毕竟吧 刚才说的 你都记下了吗 狼哥哥 我记下了 记住 我还跑的时候 千万不要忧愿 快 快去门口躲好 孩子呢 小兔崽子们 时间到了 我可以送你们上路了 你们 谁先来啊 孩子呢 我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 孩子 雪儿跟子昂 他们根本不在这里 他们在哪 孩子 我从来没有说过 你孩子在这里 既然我要死 不妨大发自卑地告诉你 他们已经死了 我不小心 姜儿 我死了 我还拉着你的两个孩子 陪葬 一直 终究 还剩我 赢了 我的孩子 走 人呢 雪儿 跑 人呢 雪儿 跑 小兔崽子 你个小兔崽子 我弄死你们 我被锁里边了 开门 石昂哥哥 你没事吧 我记得 他们有两个人 那个人没活了 我们赶快 逃出去 盛总 还活着 快去医院抢救吧 快 姜暖 不要听他的 子昂比我还要聪明 他和雪儿 一定还在哪里等着我们 雪儿跟子昂 雪儿跟子昂不会死的 盛利渊 我求你了 我求你帮我找到他们 好不 找到雪儿跟子昂 只要你能找到他们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不用做 子昂和雪儿也是我的孩子 不管发生什么 我一定会找到他们 当成 派出所有人手 不惜代价 不惜成本 就算 云城翻个底朝天 还在找到 是 大哥 搞定了没 麻袋我带来了 老二 你可坐来了 我被锁里面了 赶紧开门 锁 大哥 你怎么把自己 反锁在里面了 你也太蠢了 你这么少废话 他冒着两孩子跑了 赶紧追 孩子跑了 三哥哥 你没事吧 雪儿 我没事 那两个孩子 肯定跑不远 我们分头追 我竟然被那两个 小崽子给耍了 等我抓到 看我怎么刨置他们 子昂哥哥 他们好像要追过来了 雪儿 从现在开始 你往那边跑 我往这边跑 我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你能跑多远 就跑多远 那可不行 如果你被他们追上了 该怎么办 我是男孩子 跑得很快的 他们追不上 可是 雪儿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你难道不相信我吗 子昂哥哥 我当然相信你了 那就听我的快走 狼哥哥 你一定要小心啊 对不起 原谅我这次骗你 一定要安全回到妈咪身边 狼哥哥 你果然在骗我 雪儿 你怎么回来了 雪儿 你怎么回来了 狼哥哥 你没力气了 不告诉我 还要骗我 雪儿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他们马上追来了 快走 快走 子昂哥哥 我要和你一起走 雪儿 我已经走不动了 你和我一起 你也逃不掉了 听话 快点走 子昂哥哥 对不起 我一直听你的 但这次我不想听了 走不动了 没关系 我背你走 雪儿 你背不动我的 子昂哥哥 你还记得你之前说的吗 我什么时候就能帮到你了 可是我也不想光吃饭 我也想帮子昂哥哥 等你长大 你长大就能帮到我了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可以帮到你了 子昂哥哥 子昂哥哥 我们一起回到妈咪身边 雪儿 姜小姐姐马上的伤不严重 只是失血过多 加上心神受到刺激 所以导致了昏迷不醒 子昂 雪儿 不要离开我 子昂和雪儿一定会没事的 我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盛总 有线索了 立马带我过去 是 盛总 这里应该就是关押着 子昂少爷和雪儿小姐 根据现场的脚印来判断 子昂少爷和雪儿小姐 应该是已经逃离了这里 不过您放心 我已经派人在方圆 三十平米的范围内 地毯式搜索 好 我就知道子昂和雪儿一定没事 夏雪儿 必须尽快找到他们 给我一辆车 我们要亲自去找 是 子昂雪儿 别怕 我马上就会找到你们 雪儿 小哥哥 你醒了 小哥哥 你别坚持坚持 我们马上就走出去了 雪儿 你这是背着我跑多久了 快放我下来 小哥哥 我不累 小哥哥 我们说好的 要一起回到妈咪身边 雪儿 快躲开 小哥哥 你没事吧 不要管我 快跑 你竟然又没抓死吗 两个小兔崽太太幸运了 你们还挺能跑啊 就让跑这么远 差点就让你们给逃了 放开他 等我怎么样都可以 小哥哥 他还小 还笨 记不住事 只要放过他 他不会说出你们的 小小年纪就知道疼妹妹 我这个人呀 就是心思手软 放了你妹妹也不是不行 不过呢 你确定 我怎么对你都行吗 我确定 好 那你在这站着 我开车过来把你撞死 我今天已经失误两次了 我实在是赌得慌 可以 但你得先让雪儿走 好 成交 小姑娘 你走吧 我看他能走多远 等我撞死 你再开口 就把你妹妹也撞死 让老子白费了这么多力气 必须都没死 雪儿快 往树林里跑 汽车追不上你 小哥哥 我不能走 雪儿 这可不是任性的时刻 要是我们都出事了 巴米怎么办 我不允许你们欺负死啊 哥哥 雪儿 小丫头怎么回事 我不能躲 因为我的身后是哥哥 这可是你自着的 怪不得我了 现在就让我送你们一起上路吧 继续下辈子当兄妹吧 走 雪儿 爹地 对不起雪儿 天天太晚了 你没事吧 爹地 雪儿没事 你快救救藤哥哥 他 他受伤了 好 雪儿 快 把藏弄起来 大神 如雷先生 我送孩子去医院 是 从树林里的脚印看 应该是雪儿小姐 背着紫昂少爷 逃到这里的 可是从那屋子到这里 有十公里啊 等等 雪儿小姐背着紫昂少爷 足足跑了十公里 妈咪 走 雪儿 你们在哪啊 妈咪 妈咪 你们在哪啊 妈咪 你终于找到你们了 妈咪 我们是来跟你告别的 为什么 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不要离开我 不 不 不 这是 在医院吗 雪儿 你醒了 沈灵渊 你一定找到孩子了 对不对 一定找到孩子了 对不对 你快说 是不是 孩子们已经 我不相信 你骗我 你是不是骗我 我的孩子已经 向暖 孩子们已经没事了 真的吗 走 沈 雪儿 雪儿 还好你们都在 你们没有离开 你是在 你是在把我的话当耳蓬疯吗 我有没有说过 不许你踏入圣家办案 林渊 你怎么能对子言说出这么过分的话 阿姨 没关系的 林渊 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圣家 也是最后一次叫你林渊了 我明天就要出国了 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 你做什么 不需要向我汇报 现在立刻滚出我家 你这孩子 子言都要出国了 你怎么能对他这样呢 你还有没有良心呢 没关系的阿姨 你跟叔叔要保住身体 林渊 再见了 你这孩子 你让我怎么说你好的 这孩子有多好呢 你就这样对他 妈 您先别急着骂我 我有几句话想和我爸说 爸 你就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你想让我说什么 事到如今你还不常认识 非要等江飞飞醒来 我让他指着你妈 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看来你都知道了 没错 是我安排的 当年 我看那个女人 不配我们盛家 我就 不想让她找到你 所以才做了些手脚 让她误以为 死的那个孤儿 是你 果然是你 难怪他当年 一直觉得我死了 本来想着这件事 就让他过去吧 可他给你生了两个孩子 还是两个很聪明的孩子 你说什么 林渊有孩子 那不就是我们有孙子了 儿子 孩子在哪 快带妈去看看他们 妈 孩子刚刚被人绑架 生病出院了 等好点的再带你去看 什么 被绑架了 是谁干的 等等林渊 你不是怀疑我吧 我是怀疑过你 谁让你老是偷偷去看孩子 什么 老头子 你背着我偷偷去看孩子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太婆呢 你先别着急 现在先出正事 林渊 幕后主使 找出来了吗 当然了 我刚刚见不那么生气 就是表演给那个人看 难道是 紫妍 什么 你们怀疑是紫妍 这怎么可能的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她就是那样的人 当年误会江奈 估计却是她从中作歌 江飞飞你个蠢货 城市不足也就算了 居然还没死 害我不得不冒险来密你的口 谁呢 江飞飞早就被我转移了 不过 既然你想见她 我会送你去和她团聚的 我这是自投罗网 怎么会 没错 都是我做的 当年你给江暖的一千万 被我拦截 根本没到她手里 还有她跟别的男人 跑了的消息 也是我让江家家主 放出去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爱你 林渊 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 我有什么错 爱一个人有什么错 别惦恶爱这个字 你不配 至于你有什么错 自己慢慢想去 反正下半辈子 你也只能采放任机度 林渊 你回来 你不能这样对我 你不能这样对我 都听到了吧 现在相信了 这个恶毒的女人 竟然三分两次 对我盛家的血脉下手 没想到 她期待我这么久 儿子 之前妈逼你和她结婚 都是妈的错 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妈 我怎么会怪你呢 不生气就好 那 你是不是可以 带我去看看孙子 和儿媳妇呢 现在说儿媳妇海 为时尚早 我还没追上她 什么 这孩子都有了 你居然没有拿下她 你 你是不是也太废物了 妈 废物这个字 会不会有点太重 原来是唐紫言 难怪子昂会说不喜欢她 孩子们的第六个还是蠢的 对不起 都怪我太大意了 以着没有真正看清楚 唐紫言的真正面 才让孩子们 受了这么大的苦 孩子的心愿 我这个做 叔叔的 怎能不满足 在雪儿喜欢上我之前 你不允许去和别的男人相亲 孩子们的父亲只能是我 所以我去做了截刹手术 至少这样你可以相信 我不会对孩子们不好 她对孩子是真心的 你改变主意了吗 什么主意 和我领证的主意 领证之前 我想签下这份协议 这是 果然又是一份协议 哟 你之前签过类似的协议 没有 我只是看过别人签 我胜利员怎么可能会签这种协议 你这里面 不会有什么不平等条约吗 当然不是 很平等的 你可以看看 你管这个叫平等 我不同意 哪里不平等 哪里都不平等 你比如说这条 女方可以随时提出离婚 男方不能反对 这平等吗 那你也可以随时提出离婚 我也不会反对 哪里不平等 这女人竟然觉得 我是随便就会提离婚的男人 有问题吗 你再看这条 一旦离婚 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都归女方 这总不平等吧 那两个孩子本来就是我的 离婚后归我 哪里不平等 他们也是我的孩子 现在没问题了吧 有 当然有 不打扰 婚后双方花钱要AA 离婚后也不进行财产分割 盛总 你没发烧吧 我不分你财产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结婚后 我们的财产就是共同财产 就算是离婚了 也要进行财产分割 该是你拿的钱 一分都不能上 这才叫做公平 感觉这家伙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盛总是 不想签 这么不平等的协议 我怎么可能会签 好吧 那领政的事 就当我没说 等等 其实也不是不能签 就是个别的条款 需要稍微修改一下 我的协议里 只有同意和拒绝的选项 没有修改的选项 你这么霸道 不用勉强 我签 我中午接孩子出院 我们下午三点 明镇局见 第二份不平等条约了 怎么有一种 今日歌舞着 明日歌时程的感觉了 对啊 那个 围巾送你 这是你知道 希望你不要嫌弃 我怎么会嫌弃呢 这是我收到过 最用心 最好的礼物 谢谢你啊江南 你严重了 不值几个钱的 那下午间 你喜欢什么 告诉我 我这都没有做什么准备 我立马去买 不用送我礼物的 你都送我礼物了 我怎么能没有回礼呢 说吧 喜欢什么 我 我喜欢绿色 你可以送我一盆 绿植 我放工作室 好 下午紫昂跟雪儿 就有爹地喊了 江小姐 江小姐 我正找你呢 怎么了 是紫昂跟雪儿 出什么问题了吗 孩子没事 是您的身体 出了点状况 什么 喝心中流 怎么会 怎么会 医生 确诊了吗 百分之九十的几率是 当然 还没有百分百确诊 我们这次 是给您做全身检查的时候发现的 可能没那么细致 我建议 您再做一个深度检查 说不定 真的只是 虚惊一场呢 如果 确诊了恶心脑瘤 我还能活多久 积极治疗 回复情况好的话 三到五年 不好的话 一年 我刚跟孩子们闯心团聚 我刚给他们找到爸爸 我还没有看着他们长大的 怎么就让我离开他 盛林渊 你怎么来了 这不是还没到时间吗 那份结婚协议呢 在 怎么 难道是良心不安 想要废到这不平等的条约 确实该废除 盛总 我改变主意了 我不想给你领证了 你说什么 不领证了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就是不想 盛总还是找其他两配吧 行 你给我站住 我不说清楚 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我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地改变主意 确实不是无缘无故 如果盛总想知道 我死心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原因 因为 我想我的孩子知道他们的亲生父亲 是一个强奸犯 你知道我是孩子亲生父亲 盛总希望我一辈子都不知道吗 不是的 我是打算练完症以后就告诉你 六年前那是个意外 我当时被人下了药 又是下药 盛总就不能换个新鲜的理由吗 想当我说的是真的 你别碰我 一想到被一个强奸犯碰过两次 我就感觉恶心的要死 盛总 盛总 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相信我把你这个强奸犯送进去 其实我早就知道 你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原来 你一直在骗我 原来 当年那个人是你 盛林渊 从此以后 我们互不相见 各自安好吧 我刚知道是确实怨你 愿你毁了我的人生 愿你瞒着我 见到你对孩子这么好 我已经不愿意 盛林渊 原谅我刚才对你说的那些难听话 要不要和一个短命的女人结婚 这种难做的题目我不能留给你 就让我自己笑话跳过 今天是周末 办公室应该没人吧 还是先不回家了 万一雪儿跟子昂看出端倪 换个大点的工作室 不然以后我送你的律师 都没地方放我 我喜欢绿色 你可以送我一盆绿植 我放工作室 好 盛林渊 谢谢你 对不起 他把我当强奸犯 在他心里从来就没有原谅过 盛总 不对 就算他不想原谅我 也不会对我说那样的话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当成 给我查查 看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是 医生 我来复查了 江小姐 你别太紧张了 说不定 这次真的只是虚惊一场而已 希望如此吧 江小姐 这次没有家属跟你一块过来吗 因为这次的检查呀 需要您处于昏迷状态 所以需要家属签字 我 我没有亲属 没有家属 冒昧地问你一句 您不是有两个孩子吗 孩子的父亲呢 他 我是孩子的父亲 我来签字 你怎么来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跟你 一点关系都没有 江小姐 还是先检查要紧 加入签下字吧 好 医生 他不可以签字 我还没有领证 没领证 那你就不能算家属 跟我走 你干什么 孩子都那么大了 还不领证 这个男人 不是个好东西 你到底要干什么 到了 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 江阮 我要做你的家属 我要做你的家属 盛林渊 你 你少自娱为师了 我是不会跟你领证的 你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江阮 你这不是在骗我 你是在骗自己 你这样 我真的好心疼 谁骗你 我才没有骗你 我是不会领证的 你只会让我真的恶心 哭出来吧 哭出来就好了 好熟悉了吗 我们去领完证 就去医院复查 好不好 盛林渊 我不能跟你领证 我很快就不在了 江阮 我说过 我这辈子不会再有其他女人 也不会再有其他孩子 我的女人 只能是你 江阮 我的孩子也只能是 子昂和雪 你在 我们就一起照顾孩子 你不在 我就替你照顾孩子 不管你在或不在 我盛林渊的妻子 尤其只有一人 那就是你 江阮 好了 不哭了 把脸哭花了 一会儿拍照就不好看了 两位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好 来 三二一 走 我现在是家属了 可以签字了吧 她刚才 竟然是去领证了 江阮 放心吧 会没事的 我们一家 经历了这么多 她终于团聚 我不信老天会那么残忍地 又将我们分开 如果 她真的这么做 那我就反了这天 盛大总裁 收敛一下自己的霸气吧 不然老天都被你吓坏 盛林渊 怎么了 我这辈子 做得最正确的决定 就是生下了你的两个孩子 我不后悔 江南 我后悔了 我后悔了 为什么错过你五年 宝贝们回来了 来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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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别奶奶 就别看看 子昂 又长高了 哈哈哈哈 爷爷 我争取早点超过爹地 你爹地我 身体还行 没到退休的时候呢 雪儿啊 奶奶可想你了 你有没有想奶奶呀 雪儿天天想奶奶 哎哟 你可真是奶奶的乖孙女 哎 你说 要是你妈妈现在在这 该有多好 妈 不至于这样吧 我就是见客户晚到了几分钟 说得我跟人不在了似的 我跟人不在了优优优独播 我跟人不在了优优独播 我跟人不在了优优独播